早上好 欢迎收看4月3号星期五的百歌城报 我是侯佩斯 有人说有商家趁消费税坐地起价 根本就是趁火打劫 而昨天在关单的干崩灯啊 就真的有歹徒乔装成关税局官员 到杂货店巡视 结果最后劫走了总值5000令吉的现金和香烟 今天是消费税开跑的第三天 除了买来报朝每日新闻 今天各大报还是持续关注消费税课题 新报今天的封面就用了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贴切地形容出消费税时代 开跑的两天之后的处境 最丑陋的自然就是早前为你报上了 歹徒伺机犯案的新闻 而坏消息就是开跑第二天依然乱象不断 有商家因为电脑故障 而没有办法显示消费税注册号码 一些商家或因为开出手写单据 而必须暂停休业 新报指出投诉高达4000多起 当然先苦后甜 好消息就是互联网用户将可以享用 更优惠的宽品价格 而引发很多投诉的预付电话配套 征收消费税课题也有了定案 虽然消费者还是要缴付消费税 但是通讯公司承诺将会增加通话时间来补偿 另外今天的新海峡时报 以及新周日报的头版都关注了 昨天首相纳吉宣布 拨款设立两个协助商家的政策 其中包括拨款高达2亿的奥安萨土著基金 以及拨款3000万的一马华裔饭商基金 在奥安萨土著基金下 商家可以贷款介于5万到100万令吉之间 而在一马华裔饭商基金 商家可以贷款介于5000到15000令吉之间的微型贷款 纳吉在推介里上指出 一马华裔饭商基金除了可以协助华商 改善营业和提高收入之外 也能避免他们面对借贷的问题 转而向大阿龙求助 造成出现阿龙得利 小贩受苦的情况 接着来看新闻快讯 马来西亚政府津贴新加坡人 西野莫区国会议员林立颖 及沙登国会议员王建民 昨天在国会走廊揭发 我国政府每年津贴1亿8500万令吉的面粉 被不法商家偷运到新加坡 并以高4倍价格出售谋取暴利 林立颖根据一名民众 向他展示在新加坡拍到的照片 或政府津贴的蓝药石牌津贴面粉 在大马售价是1包1令吉35仙 然而被偷运到新加坡后 售价是新币2元20仙 大约马币5令吉94仙 从照片显示中 这款被偷运的包装面粉 与我国出售的完全相似 甚至还有一码商品标志 但是津贴价格的标签已经被涂掉 把焦点转向国际 肯尼亚校园发生恐怖枪击事件 根据新华社报道 肯尼亚北部城市加里萨的一所大学 星期四遭索马里宗教极端组织青年党袭击 目前最新消息 4名枪手已经被击毙 在815名学生和教职员当中 死亡人数恐怕高达150人 500人至已经被巡获 警方正在寻找其他人的下落 根据逃出升天的学生 枪手闯入校园后 叫穆斯林学生离开 接着就对剩下的基督教徒乱枪扫射 肯尼亚内部指 目前的威胁已经被消除 但是安全部队还在校园附近搜索检查 是否还有其他枪手藏身在校园内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周末愉快